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侏羅技世界遊戲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把我們上週五所打到的阿瑪甲龍 就是錦標賽 這一隻阿瑪甲龍就是上週五錦標賽的那一隻龍 把它給升到40級 然後升到40級的話肉應該是消耗一兩千萬的肉 不過應該不會消耗太大啦 這些肉最後還是要留給我們下週的邪王暴龍 那講到邪王暴龍 這邊有一件事情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就是之前有位觀眾講說呢 邪王暴龍的混種 是由我們的艾伯塔龍跟孔二 兩隻混合在一起的 那這一個錦標賽出了就是今天禮拜 這是禮拜幾 這是禮拜一的錦標賽嘛對不對 這一隻錦標賽孔龍出了之後呢 就更篤定了 很有可能是艾伯塔龍 那孔二的機率可能也非常的高啊 因為觀眾那時候在講嘛 我就覺得其實艾伯塔龍還蠻像的 他那個外觀 上一集就有講的嘛 他的外觀跟邪王暴龍其實有很多雷同之處 那孔二的話我就不曉得為什麼要拿來混了 反正也有可能不是啦 欸這個要等這個 這一週錦標賽這一隻先結束之後 好第二隻才會出現 那時候再來看到底是不是孔二吧 反正這兩隻都沒出混種嘛 我覺得機率是蠻大的就是了啦 對啊 你看這個孔二長這個樣子 你覺得他哪裡會像蝎王暴龍呢 難道他是他的背部嗎 我覺得怎麼看都不太像啊 反正靜觀其變吧 一樣就是慢慢的等 好之後時間到了之後 真相就會明朗了 懂我意思嗎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升一下我們的阿麻加龍 我都每次都念成阿麻加龍 這一隻呢把他升到40級吧 我印象中呢 他就是一隻看不見的龍 的確他這個貼圖 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感覺好像 好像沒有完成的樣子 你知道嗎 就有點誤會誤會的 而且這個貼圖感覺好像早期PS1 這個比我們現在這個貼圖 就是比我們現在這個侏羅基孔龍的貼圖 還要格格普路 你知道嗎 對啊你看 我們現在這個貼圖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有紋理 這一隻感覺就講 感覺好像是兩三片貼圖貼上去的那種感覺 這隻被做壞了是不是 不過沒有關係阿 我們把他升到第二階 再看一下狀況吧 希望他的顏色可以深一點 哇 這個貼圖也太PS了吧 這好像早期索尼PS出的遊戲 超級像的耶 我覺得聲音有點大聲 不知道 我想要調整一下聲音 有點有點大聲 應該比較好一點 太大聲了 我不喜歡大聲 好 第二階段 顏色變深 我是要你變亮 不是叫你變深 弄深幹什麼 我要你發光發熱好不好 算了 你看那個 這個有點胖阿 有點胖胖的 不知道該怎麼說 喔 漂亮喔 看到你這個樣子 我覺得格外親切阿 這個就以前曾經 常看到的剪影嗎 為什麽會這樣子阿 為什麽我的 我的阿媽甲龍是長這個樣子阿 奇怪勒 然後有些人說 用他的手機看不會 然後用模擬器會 這是模擬器的一個bug嗎 都沒有被解決掉的bug是吧 啊 管他的 反正 趕快把他升上去 全部都黑黑捏 真的不是很好看 我覺得 為什麽可以這麽誤會誤會的阿 他想要走那種 諾影諾現的風格嗎 那 讓人捉摸不定 有一種神秘感 充滿神秘感的阿瑪加龍 好神秘啊 哈哈哈哈 很好啊 不過這隻升上去應該也沒什麽能打的吧 反正 充其量就是觀賞用的 第三階段 呃 他這個後面開始有點凌亂不堪了 是 暴躁了是不是 長期以來的壓力激發出來 他的那個 後面的那個監視 開始有點躁動不安的 是這樣嗎 第三階 第二階 哎其實感覺都長一樣 第二階跟第三階根本就是偷懶吧 無力吐槽 不想再說了 就這樣吧 把你公送人給他 哎 這什麽 我突然唱到這首歌曲了 不要理我 反正這一隻感覺真的沒什麽特色 你好沒有特色你知道嗎 來吧第四階 好 哎長皮了 哈哈哈哈 原來你後面長這麽長 就是為了長皮而鋪陳 是嗎 有長皮了 不過這長皮還是改變不了他的 面這麽的誤會 耶 對啊為什麽其他的這麽的鮮豔 然後明亮 他這個就是很暗淡無光啊 他的人生 不是人生他的龍生 你的龍生就是這樣子嗎 好吧 哎呀 終於有顏色了 我的天啊 哎 變得有點亮了 而且眼睛變成龍眼睛 他原本 第一階段的時候 也是有啊 可是為什麽第四階段看起來比較明顯 好笑哦 他花我多少 花了我一千萬的肉 其實也還好 嘿嘿嘿 感覺好像是那種迪士尼卡通才會出現的恐龍 你不覺得很像嗎 哦 還地震耶 哦 啊攻擊多少啊 853 血3016 還算可以看啊 但沒有到特別的突出就是了 然後呢 他現在這隻不能混種 看一下生物知識 這種草食恐龍若是被暴龍吃掉 最多可以活到一百歲 哦 他說如果沒被暴龍吃掉 可以活到一百歲 啊 長命白歲龍 阿瑪加龍跑起來 死數可以達30英里 和犀牛差不多快 這麽屌阿 阿瑪加龍背上長了巨大的背脊 哦背脊 可用於防禦和裝飾 他怎麽防禦 龜縮嗎 啊用他的頭去攻擊 搞不好比較有用 阿瑪加龍和許多草食恐龍一樣 為抵禦獵食者而成群移動 好哦 看起來真的是輕描淡寫沒什麽 哎不過你看整體看下來哦 哦就是怎麽看感覺就他最亮眼啊 這隻哎 哼這隻不用說了吧 索諾拉龍 哼這隻在試著生存呢 是一隻很搶手的恐龍阿 升到世界之後長這副德性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麽 每次看就每次吐槽 這怎麽他媽醜阿 真的很醜 不是我要講 這到底是 課藥在製作還是怎麽樣 那吃課了多少來一點 對啊怎麽可以把一隻 索諾拉龍雄中威武改成這個樣子 我真的受不了 不好看阿 行行好吧 不要再亂搞一通了 好不好 希望我們的下周 蝎王暴龍不要這樣子 就是 第一階看起來不錯 然後第二階 然後第三階 第四階走鐘 好 我會覺得很難過的 我們堂堂蝎王暴龍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我受不了 好啦 那我們看一下什麽活動關卡可以打 因為我的巨獸之戰已經被我打掉了阿 現在打這個嗎 這兩棲恐龍才能打 封神翼龍我到底解鎖了沒有阿 我有解鎖封神嗎 我甚至都不記得我到底有解鎖什麽恐龍 好對了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該死的帝王暴龍關卡又出來了 然後一定會有觀眾說老頭拜託 再打個吉祥讓我看一下 休想 我覺得不會去碰那種東西的 不想碰拉 好不好 好啦我們把這個打一打好了阿 阿瑪加龍就放置吧 好這個一隻就可以解決了 就是你了 一招定勝負 748去 剛好諧音去死吧 哈哈哈哈 我把這個解鎖打完我就結束了好不好 因為感覺就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比較值得打 我是這麽覺得拉 對阿 對阿 剛好都是一刀死 非常好 那其他關卡其實我也不太想要拿那些恐龍 那些恐龍實在是太多了 那些恐龍太多了拉 OK 一樣兩點再見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我們的龍蝦龍可不是浪格虛名的好不好 馬上就第二關了 馬上就第三關了其實挺快的阿 哇那鳥長翼龍怎麼長這樣阿 欸奇怪我有鳥長翼龍嗎 我好像沒有過鳥長翼龍對不對 對 鳥長翼龍怎麼感覺長得這麽的苦阿 辣摩酷的鳥長翼龍 等一下來看一下他的身形長什麼樣子 他怎麼是全黑阿 我記得好像很久以前指標賽有出過鳥長對不對 不過那時候我的能力不足沒辦法打嗎 現在好像可以了 不是好像可以是絕對可以阿 我意思是說 現在好像沒有再出了阿 欸 不好意思阿老頭今天狀況不是很好 那鳥長翼龍怎麼長這樣阿 算了 反正把他打死就對了 不用去思考他到底在想什麼 不用去思考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他全身毛看起來像猴子 幹他搞 好 怎麼跑這個出來 好 最後一關阿 來把他給結束掉吧 嗯 一樣吧 好 最近 由於是什麼 前兩天吧 老頭打疫苗 所以現在身體狀況呢 就是怎麼講 有點疲態阿 打那個疫苗都會有一些副作用 有些目前是 是副作用纏身 哈哈哈哈 不過還好啦 哎 比較嚴重一點的狀況就是想睡覺吧 昨天那天打完之後睡一整天 睡完之後起來就好多了 但是現在還是有點 微發燒 微發燒的一個狀態阿 啊 呃 打完疫苗之後還要拍影片 沒辦法 這是我的工作 我要撐下去 是不是 啊 終於把這關卡給打完了 耶 這什麼啊 風神一龍嗎 我已經不管他有沒有解鎖了阿 就是要拿到阿 通通拿到手 好 我們拿到了風神一龍阿 只有這個可解鎖嗎 然後這艾伯塔龍我應該是不打了阿 我已經有了我就不想打就懶惰了 你知道嗎 對啊 如果他下一局 下一局錦標賽也是恐嚇 我也不會打 好啦 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老頭的影片 記得別忘記喜歡下去 按讚分享留言 這些對老頭來說都是非常大幫助 感覺快點收看啦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侏羅技世界遊戲再見了 下集再見 拜拜 kobb 女兒 婆